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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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魚氏原詠程教練 那基本上我身為一個知識型的YouTuber 其實我們的經營上面來講的話 不是很容易 為什麼?因為你總是經常要PO很多很有技術性的東西 這樣子人家比較會容易訂閱 然後也比較會幫你按讚或宣傳 不過這是我們自己需要努力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慢慢的有看到成績 因為差不多我的頻道經營一年以來 現在大概就是在一萬三千多人這樣子 我希望今年底的話可以突破到兩萬人 但是我今天要介紹的一部分是有關於我的配備 另外一部分大家應該也有看到標題 就是要介紹我的黑歷史 不過黑歷史容我在這邊賣個關子 首先我的配備的話 基本上我之前有講過一些攝影器材 所以我今天講的不是 我今天要講的是有關於我的電腦的部分 首先這個是我的第一台 就是在處理影片用的電腦 它是Windows系統嘛 然後它是華碩的X2011這一台電腦 可是說真的它本身設定是文書機 就是說一般打打Office或是上上網是OK 但是你如果要它處理影片來講的話 其實還蠻辛苦的 尤其我搭配的是用威力導演這個軟體 所以說有的時候跑起來的話機器是蠻熱的 不過等一下跟你講一下它們之間的差異 另外我還有一台MacBook Air 然後搭配的是Final Cut Pro這個軟體 之前我應該有稍微提過就是我買的時候啊 我是覺得說Final Cut Pro這個軟體 買起來可能要八九千塊 以台幣來算的話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我用iPhone來錄影 然後我會覺得說哇 AirDrop到MacBook Air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就來就用這兩個東西 可是我在使用MacBook Air的時候有一個問題就是 後來我常常會找不到我的檔案 就是我輸出之後 假設我已經把影片編輯好 我輸出可能是什麼1080p啊 或是什麼720p的影片 輸出到某個地方之後 我發現我到那個地方找不到 因為這個MacBook Air它的預設 都是把你的輸出丟到一個叫做影片的資料夾裡面去嘛 結果我到裡面找不到 後來我就很煩 然後偶爾我都是大部分的時候 我都是回去用我原本的那個Windows 我剛才那一台看到的電腦 不過最近我好像發現了什麼 就是我偶爾還是輸出可以成功的 所以說我覺得應該是有一些問題 我後來慢慢的有找到 不過如果你有 之前你有用過MacBook的朋友 然後你有輸出這種影片 然後有失敗 不過後來你有找到解決方法的話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給我 OK 謝謝 那我要講到就是這兩台電腦搭配軟體的巨大差異 就是說因為 畢竟那個就是 MacBook Air這一台的話 它搭配的是i5的處理器 所以說運作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因為之前我那台Windows 它是好幾年前的產品 它搭配的是賽洋的處理器 所以當你在輸出影片的時候 機器真的還滿熱的 那MacBook Air雖然也不是跑得很快 但至少它是順順的在輸出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可能真的要找到解決辦法 來解決這個電腦方面的問題 不然的話後面可能 我原本有在考慮啦 如果我沒有說像我剛才好像有發現一點什麼 可能可以輸出的這個方法的話 我可能在今年年底 我就要買一台比較強的Windows電腦 可是我當中要講到有關巨大差異的東西 就是說 說真的他們輸出來的東西還是 這個MacBook Air搭配Final Cut Pro比較漂亮 因為Final Cut Pro它的套裝性我覺得是比較強的 就是說 它本身給你的一些東西啊 就是 例如說字型啊 或是它的一些修改的內容的話 東西做出來會比較漂亮 因為就好像我最近不是推出那個系列講到 有關於說我們身體的幾個問題 其實我也嘗試著用MacBook Air這個電腦來做 那做出來的確是很漂亮 但是我基本上我是嘗試了 大概半個小時之後我就放棄 因為我輸出還是不能成功嘛 所以最後我還是用Windows把這個影片做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 我應該慢慢的嘗試 如果真的找到解決方案的話 那我應該還是會回到MacBook Air這個做 會比較好啦 因為不然的話 曬陽處理器真的是有點慢 OK 不過接下來我就要講到有關於我本人的黑歷史了 因為 其實我有跟各位講過就是說 我的那個隨身硬碟裡面 有很多很多 從以前可能10年前的影片到現在 後來我有發現 大概9年前我到新加坡去的時候 那時候鄧教練他用他的相機 然後有拍攝我的水下跟水面的影片 那我現在就要拍 就是給各位看一下 我在9年前的游泳紀錄 不過如果你覺得說 你看到有哪些問題點是你覺得我可以修改 在9年前的我可以修改的話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 因為其實說真的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們當然知道有些地方是改變的 不過說真的 那個是很難看得出來的部分 所以我們先來看這段影片 有關於我的游泳 然後如果你願意給我一些建議的話 我會很高興 那我們就先來看這個影片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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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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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多人对于公开水域的技巧很有兴趣 但是说真的以台湾游泳的环境来讲 因为大家通常都到台东的火水湖去比开放水域的比赛 所以你说需要练到什么绕标啊 或是什么海滩出发啊 机会不是那么大 所以说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定位的技巧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会回答你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大家可以遇得到的 开放水域的问题里面最重要的技巧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横渡运河的过程吧 呃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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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動作要改,對學生來講並不是那麼實際 但是如果你今天拿著手機或相機 然後讓他看的話 他馬上就可以把他的看到的動作跟他的身體連結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他修改動作起來會更快 不過我發現還是有蠻多教練他們沒有這麼做 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最近正在學游泳或是你將來可能要學游泳的話 記得有事沒事的話請你的教練幫你拍一下你的游泳影片 甚至你自己拿著自己的相機或手機請教練幫你拍 其實我覺得那都是相當的有價值的 這樣子你才會能夠好好的學好游泳 然後讓你進步的更快 OK 所以今天我們分享了兩個重點 一個是如果你今天你也想當YouTuber 或是說你想要把你的影片丟到網路上面給別人看的話 你可以用這兩個軟體搭配你的電腦 如果你是Windows的你可能用微B導演或Remir之類的 那些都是還不錯的軟體你可以嘗試著用 那你如果用MacBook Air的話 或是MacBook的話 你可能就是用Final Cardboard這個軟體 那你可以參考著用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後面有關於我的游泳動作的那一段 其實我可以看得出來還有很多的缺陷 如果你有發現哪些缺陷你願意跟我討論的話 記得在底下留言 然後沒事的話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也幫我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他們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然後下一次的話看看啦 因為我覺得我拍那個常見問題的腳的時候 有一點卡關 因為我覺得我最近胖太多 所以拍起來真的很不好看 可是示範動作又不能隨便叫別人做嘛 所以說我們目前是努力的在減肥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成績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掰掰 掰掰